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藏粮于地 藏粮于祭 确保粮食封产 农民增收 坚决扛劳扛稳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秋收日益临近 农作物生长进入灌江成熟关键时期 今年粮食能不能取得好收成 景俊海十分关心 他来到二十家子镇 二十家子村玉米农田现场 深入田间地头 查看作物成熟情况 看到坡地上绿意连筹接拢 一望无际 玉米珠珠挺拔 子粒苛苛饱满 景俊海非常高兴 他强调 要扎实推进千亿斤粮食生产工程 进一步总结推广梨树模式 有效提高黑土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水平 大力促进农业机械化 智能化 信息化 全力夺取粮食丰收 夯实农业基础 二十家子镇 享山村三屯 大豆示范田 每公顷产量预计突破一万斤 景俊海要求 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 积极应用新技术 持续提升大豆产量 南崴子街道防申港子村 国家级常规水稻置种基地 稻碎随风摇曳 稻花香气四溢 一派丰年景象 景俊海俯身查看水稻结碎情况 比较不同品种长势 强调 要充分发挥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优势 吸引聚集现代种业企业 加大科研公关力度 培育更多 集字号两种 真正把种子这一农业芯片掌握在自己手中 景俊海来到南崴子街道 南崴子村 公主岭道鱼科技小院 详细了解科技创新 社会服务 人才培养等工作情况 与科研人员亲切交流 鼓励大家深入农业生产一线 把理论教学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 让科研成果更接地气 更具时效 更以推广 真正把论文写在吉林大地上 他要求农业和科技部门支持乡村建设科技小院 结合打造一村一夜 一村一品 大力推广新技术新模式 更好引领乡村振兴 带动共同富裕 调研中 景俊海强调 公主岭要充分发挥产粮大限优势 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提制增效 要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 完善水利配套设施 进一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要加大绿色有机生产力度 有效减少农药化肥使用 确保有机食品 绿色认证名副其实 要加大农业全产业链建设力度 助力培育农产品深加工 和食品系加工万亿级大产业 打造国家的粮仓肉库 百姓的中央厨房 要加大防灾减灾力度 扎实做好农田排络工作 确保农业生产不受影响 张志军 李伟 韩福春参加调研 8月28号 吉林大学东北与东北亚研究院 在长春成立 省委副书记 省长韩骏出席会议 并与吉林大学党委书记江志盈 共同为吉林大学东北与东北亚研究院揭牌 组建吉林大学东北与东北亚研究院 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立足吉林大学区位与多学科优势 聚焦东北振兴战略与东北亚和平发展重大问题 把准东北地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以促进东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和东北亚和平发展为目标 担负起智库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决策咨询 科学研究 人才汇集与培养 舆论引导等责任 努力打造高质量服务国家战略的政策研究平台 积极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辽宁省政协原主席夏德仁 吉林省副省长安立佳 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余红军致词 今天经省委批准 新一届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召开首次会议 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 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组长张忠主持会议并讲话 省委常委 组织部长 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副组长张恩惠 传达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40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会议强调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 关于反腐败工作部署 全面发挥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作用 抓住健全党领导反腐败斗争责任体系 完善防治腐败滋生蔓延体制机制 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三个支点 构建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反腐败工作格局 要立足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优势 统筹指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 统筹查办重点领域腐败案件 统筹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 统筹推进追逃防逃追赃工作 要明确各监督主体职责任务 推动建立以党内监督为主导 各类监督贯通协同的监督体系 强化反腐败工作支撑保障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副组长 阿东 李明伟 徐嘉欣 尹一军参加会议 昨晚第十七届中国长春电影节 闭幕式即颁奖典礼在长影音乐厅举行 十五部加片逐入十大奖项 谜底一一揭晓 活力热情的开场秀青春势不可挡 正式拉开晚会序幕 金鹿奖最佳处女作奖 最佳编剧奖 最佳摄影奖 最佳男演员奖 最佳女演员奖 最佳音乐奖 最佳剪辑奖 最佳导演奖 最佳影片奖和评委会大奖 依次揭晓 其中由长影集团参与出品的电影 《你是我的春天》获得评委会大奖 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创作的 宏大叙事影片 《长津湖之水门桥》 摘得本届中国长春电影节 金鹿奖最佳影片奖 兴奋也很高兴 我希望呢 这个是我们在今后创作中的一个 一个动力吧 就是我们接下来呢 会为大家奉献更多的好的作品 这个奖项属于所有实力派女演员 也属于贾林 七夕我们三个人共同的奖项 我们通过大荧幕 让更多的观众认识我们 我觉得我能代表所有的实力派女演员 感恩观众 三十年第十七届 作为电影节 我们都参与了很多的作品 非常振奋 鼓舞人心 我想啊 未来在十四五期间 我们呢 在电影人的支持之下 用作品呢 为新中国电影视野 写下我们长影人 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年是中国长春电影节 创办三十周年 三十年电影节的宝贵元素 也融入到本届电影节的各大板块中 进一步挖掘了中国长春电影节 过去三十年的文化底蕴 在讲好中国长春电影节品牌故事的同时 用光影视角 全景再现新时代 中国长春电影节的历史变迁 2022年空军航空开放活动正在举行 参与表演的红鹰飞行表演队 正像它的名字一样 以红白相间的鲜艳涂装 在天空画下一道道绚丽夺目的航迹 让我们在欣赏它们蓝天炫舞的同时 走进这支由飞行较远组成的飞行表演队 菱形队盘旋 双击对冲六级横滚 单击盘旋绕轴 八级钻石队金豆 六级金豆向下开花 时而向绽放的花蕊 时而向翻滚的巨龙 时而向喷涌的泉水 八架战机一系列精彩绚丽的飞行动作 点亮了空军航空活动的长空 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 其中最具特色的 要属三级空中丘比特之舰 即使我们这个表演队的特色 也是比较有看点 也是难度比较高的一个动作 它这个难就难在 这个三架飞机协调统一 而且它不在一个平面 而且在一个纵深比较大 空间比较大的范围内 三架飞机需要协调一致 其中有两架飞机 要做成一个新的图案 另一架飞机就是要 找准时机去做这个舰 整个要三架飞机构成一个 一箭穿新这个图形 精彩的表演来自精湛的飞行技术 红鹰飞行表演队组建于2011年3月 是空军首支飞行院校 叫巴飞机飞行表演队 表演队成员全部由飞行教官担任 他们当中有三名特级飞行员 16名一级飞行员 表演队成员在教育教训中 磨练技术术 在孜孜不倦的研究训练中 培养信任与默契 因为我们训练中都是进行飞行教学 所以说我们队员在训练过程中 就是要动作协调统一 口令整齐化一 而且要互相之间绝对的信任 十多年来 作为老航校船人 红英人以炫舞蓝天的精彩表演 宣传空军文化 展示院校风采 到今年以连续九届 参加空军航空开放活动 两次参加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圆满完成了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国庆阅兵任务 和建党百年飞行庆祝表演任务 在2022年空军航空开放活动 即长春航空展上 专门设置了沉浸式体验馆 顾名思义 沉浸式体验馆更加突出体验性 在室内展馆和室外展区 设置了航空模拟 航空科幻 航空科普 真机飞行四大特色板块的 沉浸式互动式体验项目 体验场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 走进展馆 一架旋女空天一体化战机苏比模型 让人眼前一亮 这是一款迥异于现有所有战机 气动结构的科幻战机 能够充分激发观众 对空天一体化飞行器制造的兴趣 为了观展者真正沉浸其中 体验馆内还设有 航空工业云航展体验区 飞行训练中心 科普魔术剧场 科普放映厅 红色按钮沉浸式体验区等 多个体验感沉浸感极强的功能区 观众可以亲自动手操作设备 完成馆内发布的航空知识问答 空战模拟区位任务 在学习航空知识的同时 提前感受未来科技 我刚才体验的就是战斗机起飞的过程 大家可以从我手边密密麻麻的一表盘 看出这台飞行模拟器十分的硬核 据工作人员介绍 它还有水上模式和客机模式等 可以让广大市民朋友们 更好地体验飞行的乐趣 因为对飞机比较有兴趣 平常自己也会在网上去找一些书籍 以及游戏来丰富一下自己的知识 在这块来体验了一次模拟飞行 感觉是非常不错和心情的 本次航空展还通过运用5G 加云网融合等新型技术 实现具有高清视频 VR交互等功能的5G智慧创新应用 通过灯光 音效 触感 让观众更加真实地体验飞行乐趣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台VR滑翔模拟设备 它可以通过机器的升降和风扇 让你身临其境地体验特技飞行 刚才科普放映厅了解了一些 关于飞机的一些知识 收获了挺多的 看到飞机的表演挺震撼 挺自豪的 也很高兴今天有很多的小朋友过来 未来有一天这些小朋友里面 也会出现我们新的飞行员 今年上半年 沿边朝鲜族自治州强化服务举措 加快重点项目建设 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确保全州工业经济稳定运行 为助力医药健康企业快速发展 沿边州工信局 科技局等部门 加强与企业协调沟通 实施一起一测 一事一役 全程跟踪精准指导 在汪清县好际食品酿造股份公司 工人们正忙于订单生产 然而受一季度本轮疫情影响 企业复工复产遭遇资金难题 相关部门积极帮助企业对接融资机构和银行 及时解决了企业的资金需求 年初以来 沿边州各级各部门通过 送政策 送服务解难题 协力打通医药健康企业难点读点 在全力优化服务保障的同时 加快培育一批有引领利的经济增长点 围绕 减税降费 融资对接 科技创新等主要内容 全面开展服务企业行动 健全完善 更加畅通的正气沟通机制 谋划建设更加高效的服务联络体系 以更准 更优 更暖的政策措施 提高服务企业的质量 效率和水平 今年1至7月 沿边州开复工116个产业链项目 总投资近283亿元 其中 沿边长白硬物智能工厂建设 凯莱英年产20.2吨高新医药产业化 华康药业智能化异地改造等60个续建项目复工 金派格化药产业园 古特生物煤等27个新项目开工建设 凯莱英高新医药中间体 双号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等17个项目投产达销 一个个重大项目正积蓄能量 为推动沿边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耗劲和活力 淮人至吉安高速公路项目 起点位于吉寮省界挂牌领 终点位于吉安市通胜街道山城村 总投资64亿元 建成后将打通吉安与本溪 沈阳 丹东之间的快速通道 串联起鸭绿江沿线的旅游景点 目前项目已全面进入路面基层水稳摊铺阶段 在环吉项目零二工区 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水泥稳定碎石摊铺机 压路机正在紧张作业 为把耽搁的时间抢回来 他们采用水稳双层连铺施工工艺 对路面进行摊铺 提高工作效率 按照原设计施工我们是得进行三层分别进行摊铺 那么中间要有两次这个养生事件 现在我们通过实验改进了施工工艺 节省了一次养生事件 大约节省30%的工期 据了解 环吉高速共有桥寒39座 隧道10个 桥税比较大 加大了建设难度 极高集团通过积极组织施工力量 各工区采用满负荷24小时连续作业等有效措施 加快桥梁两体预制和架设工作 并积极实验改进施工工艺 目前所有桥梁下部工程已全部完成 进入桥面系收尾阶段 已有六座隧道贯通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利用好最佳的施工期 加大资金 材料 设备 延远的投入 克服工期级的困难 全力保障今年工作目标的原本完成 截至目前 环级高速项目已完成投资38亿元 超过工程总投资的50% 预计2023年9月建成通车 吉林市丰满区长江社区创新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依托党群服务站聘任一批优秀骑手为社区流动网格员 进一步提高服务居民的精准性和时效性 长江社区地处吉林市丰满区中心地带 有100多家外卖商户 近有4家站点 活跃着160多名骑手小哥 他们人多路手 对街路小区流动了如指掌 依托这个优势 长江社区和骑手签订了双向服务协议 让一批优秀骑手成为流动的网格员 参与到社区的治理工作中 我们送餐都是点对点的服务 进一些楼道了 就是及时帮助社区 清理一些野广告 对于一些违建的这些东西 我们把这些信息及时拍成照片 反馈社区 为调动骑手小哥的积极性 长江社区在志愿服务积分的基础上 单独针对骑手设立奔跑把积分 可以用来兑换食物或服务 同时设置了骑手先锋排行榜 这让骑手小哥们排查问题 参与服务的尽头更足了 此外 长江社区还积极探索 退役军人参与基层治理新路径 一加五加N服务模式在全省推广 家住吉星小区的退役军人张中霜 也是社区的民情前哨之一 社区工作人员忙 我们这些人都退休了 在家也没啥大事 到那边帮着照应照应 近年来 长江社区先后获得全国新共文明港 吉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吉林省社区治理示范单位 吉林省幸福社区工程建设 市集示范社区等荣誉 但他们没有就此止步 而是仍然在不断探索 开展基层建设 加强基层治理的新方式 新办法 新手段 初秋时节 在核货农产品大赛正火热举行 主播们通过网络将好葡萄卖上了好价钱 我本身真正得到十块了 往年的价格是五块钱几乎一斤 今年达到十块 远走到河北省 西安 还有各大城市 列子葡萄已有三十多年的栽种历史 这里土壤微弱碱性 且光照充足 住业温差大 产出的葡萄色泽诱人 口感好 依托资源优势 列子村不断提高农户种植技术 促进葡萄产业标准化 规模化 品质化发展 我们村现在有大澎湖的是400多栋 陆地的也是5多公项 沿吉市三大湾镇北张之村的蓝梅 今年喜货丰收 在蓝梅园里 游客们提着小篮子 穿梭在蓝梅园里 感受采摘的快乐 这个蓝梅基地就搞得特别好 特别受欢迎吧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来的 今天的产量是比往年都是增产的 今年产量预计这个园区的话 预计在5万到6万斤左右 带动周边村屯的话 就业人数在80人左右 基本上每人平均增产在4000到5000元 柳河县柳河镇三仙甲村的里子 也已进入成熟期 村里的果农们一边联系客户采摘里子 一边发货销售 忙得不亦乐乎 柳河县柳河镇三仙甲村山坡地多 传统粮食作物产量低 村民们就尝试种植 适合山坡地生长的经济作物 经过多年摸索逐步发展起了里子产业 215户村民有75户种起了大里子 前村里子种植面积达到615亩 成为增收致富的好产业 今天的吉林好人引领风尚专栏 来认识建议勇为英雄司机 吉林好人标兵 最美白山人 继白山市道德模范 白山市出租车司机 唐万春 2015年4月22号凌晨三时许 白山市浑江区百石镇 以百活超市着火 当时浓烟滚滚 火光冲天 家住附近的唐万春发现后 顶着灼热的气浪 爬上超市紧邻的一间平房房顶 不顾烈火烧身和房顶垮塌的威胁 将引风机周边的火扑灭 阻止了火势进一步蔓延 当时房上有很多胶皮 都是一眼雾 但是我那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直接上去就把那胶皮给拽下来了 给我手还好得烫 然后村民就给我借了两个水管 往那瓦 下面去墨子上叫 就这样形成了一条防火带 然后我下去又把消防队带到这里 一起把火就给灭了 今年3月28号 正在路上跑活的唐万春 偶然遇到一辆小货车起火 唐万春以最快速度开到小货车后方 迅速拿起自己车上的两个灭火器救火 又让其他人到附近的二手车商铺 借了一个灭火器 将火势控制住 当时火挺吓人的 当时救了一会儿吧 消防侧就过来了 过来把火救灭了 以后碰到这事我还必须冲上去 这些年 唐万春热心公益 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受他的影响 他的爱人和儿子 也加入到志愿服务队伍中 为社会贡献正能量 8月27号至9月11号 延吉西站至长白山站间 加开动车组林克 途经安徒西 敦化 永庆长白山站 全程224公里 区间运行1小时47分钟 此次延吉至长白山高铁开行运营 实现了延吉长白山双高速全线贯通 缩短了游客出行时间 吉林市日前启动全市职工职业岗位 和劳动技能竞赛 竞赛活动将持续6个月 围绕职工职业岗位和劳动技能 重点开展10百千重大项目 劳动和技能竞赛 公安机关警务技能比武竞赛 医护工作职工岗位竞赛 等9大板块的竞赛 日前 东北首个电影主题 文化创意街区 长春电影嘉年华开街 该文化街位于静岳高新区 博会路与橡树街交汇处 南策 由复古 国潮 科幻 三大主题街区组成 总长度540米 涵盖15个主题舞台 和25个主题美术陈列 游客在欣赏特色节目演绎的同时 还可以与自己喜欢的 电影作品展成打卡拍照 昨晚 2022赛季中超联赛 第15轮展开角逐 长春亚太迎战苍州雄狮 上半场第25分钟 长春亚太由埃里克打破僵局 下半场第79分钟 苍州雄狮外援奥斯卡将比分追平 第90分钟 苍州雄狮后卫禁区内 守球犯规被罚点球 长春亚太塞尔吉奥主罚得手 长春亚太最终以2比1 战胜苍州雄狮迎来两连胜 9月1号 长春亚太将迎战成都荣城 今天的防疫提示 来了解如何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保持厕所卫生 马桶冲水前盖马桶盖 经常开窗或开启排气扇 保持存水弯水风 定期清洁消毒 厕所内卫生拮据和地面 表面有脏污或没点时 要及时清洁消毒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加强身体锻炼 坚持作息规律 保证睡眠充足 保持心态健康 健康饮食 戒烟献酒 做好每日健康监测 有发热 干咳 乏力 烟痛等症状时 及时就医 核酸检测 按要求配合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和本土疫情处置中的核酸检测 确保应检尽检 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负责 疫苗接种 响应国家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政策 三岁以上市领 无接种禁忌人群 应接疫苗 做到应接进阶 保护个人健康 下面来看 我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8月28号 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地 无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 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